加拉泰书第四章 我说,虽然那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 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 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也是一样, 在未成年的时候, 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 等到时候成熟, 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之下, 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熟出来, 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 因为你们是儿子, 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你不再是奴隶, 而是儿子了。 既然是儿子, 就靠着上帝也成为后嗣了。 但从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上帝的神明做奴隶。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上帝, 更可说是被上帝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转回那懦弱无用的粗浅学说, 情愿再给他们做奴隶呢? 你们竟有谨守日子, 月份, 节期, 年份。 我为你们担心,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了。 弟兄们, 我劝你们, 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你们知道, 我因为身体有疾病, 才有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机会。 虽然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却没有轻看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倒接待我如同上帝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的好意哪里去了呢? 那时若办得到, 你们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 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证的。 如今, 我把真理告诉你们, 倒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那些热心待你们的人不怀好意, 是要隔绝你们, 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 在善事上, 时刻热心待别人原是好的, 却不只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我的孩子们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我希望现今就在你们那里, 可以改变我的口气, 因为我为你们心里难过。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 请告诉我, 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 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 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 一个妇人是出于西奈山, 生子为奴, 就是下甲, 这下甲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但另一妇人, 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由的, 她是我们的母亲, 因为经上记着, 不怀孕, 不生养的, 你要欢乐, 未曾经过产难的, 你要高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有更多的儿女。 弟兄们, 你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 如同以撒一样, 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 迫害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 绝不能与自由富人的儿子, 一同承受产业。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 而是自由富人的儿女了。 是自由富人的那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